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明星大友 那麼今天我們會帶來 古幣封印全卡詞分析 那這次的卡詞我分為三個評評等級 分別是三顆星到沒有星 那如果你抽到三顆星的話 就直接練起來 他們是當前相當有用的功能卡 上場機會是比較高 那兩顆星就是偶爾會用到 但也算是有用的隊員 那完全沒有評比的 就真的是比較少用到 不過現在沒有用的卡片 也不代表未來沒有用 因為自家系列在未來 都有機會進行上修 所以建議大家 他不同的卡片 還是各留一張會比較保險 好那首先我們先從三顆星的角色 來做一個介紹 那潘獨娃為什麼給到三顆星 因為他的主動技能 帶有非常罕見可以自選 追打指定屬性的結板力 那作為隊員我是給到三顆星的程度 不過作為隊長就是完全不好用 好那再來的話是克魂 克魂的話是龍族 目前唯一違建的功能卡 所以當隊員的價值也是給到三顆星 不過當隊長的強度已經不夠了 再來是聶索依 作為隊長雖然進行上修 不過我覺得沒有到很強 主要給三顆星 是他當作隊員的價值 是可以有常駐三倍的增傷 神創磨滅 最近聽說他進行上修了 不過即使沒有上修 在現在也仍然是非常強勢的隊員 他們一進場就可以開技能 並且神創就直接可以一直固版連發 在磨滅的話 他就可以有持續的增傷 也都是不錯的選擇 迷路不用說吧 這個當隊員就可以解鎖 還有追打屬性攻擊 作為隊長 現在近期有進行上修 也算是不錯的 玩的一個隊長 可以接著老師 也是目前妖精最強的隊長 作為隊員的話 也是妖精 目前唯一的違建功能卡 所以是給到三顆星的屏蔽 再來是全新的黑金飯地鋼 剛出的卡片 一定是給到三顆星的 他是目前機械組 對強的隊長 並且當隊隊員 也可以有非常多的解鎖能力 包含是 趴速盾的無視 以及無視十字盾 好 所以這邊是我給到三顆星的一些卡片 接下來來談兩顆星 那兩顆星的話 第一個給到狗頭 狗頭雖然作為隊員的常駐增傷倍率 並沒有想像中那麼亮眼 不過他可以跟九風王去做搭配 可以撐血量 所以偶爾還是會用到他的 再來我們給到妍希 妍希這根可以無條件兩倍的持續增傷 也還是不錯 美姐比較可惜 他身為人類 約先人類 大部分都走合作的玩法 所以美姐算他主動技能是相當好用 有持續的界王拳 還有解鎖能力 不過 現在真的比較少上場的機會了 所以只給到兩顆星 金子王雖然算可以自選版面 但是現在有太多可以自選版面的功能卡了 所以金子王沒有相較有亮點 而且他主動技能還是基地比較長 所以比較可惜只給到兩顆星 因為的話 目前作為龍族算是可以用的隊長 如果完全沒有龍的隊長的話可以用他 再來是項羽 項羽作為隊員價值是比較高的 可以自選一消 持續作為隊長我覺得是勉強可以玩的 如果你有核仙顧的話 他當隊長是更加的強勢 不過當作為隊員的價值就相較普通了 其實作為隊員的價值比較高 本身雙技能都有不錯的結板力 再來的話是打擊 打擊主要是妖精 當隊員好用 可以有一消 海撒的話就當隊長真的很普通 沒有人會玩 當隊員的話最近有上修 多了一些結板力還不錯 思路玉當隊長說實話算是強的 不過現在人類隊長真的是太泛濫了 尤其合作都出人類 所以作為隊長就是沒有特別有亮點 作為隊員的話也是普普通通 所以就給到兩顆星的中規中矩的程度 再來拿破崙 現在是魔族算是比較惡線的隊長了啦 因為後面有林黛玉的出現 所以作為隊長並沒有多大價值 不過作為隊員的話是魔族少數的解鎖 所以以後可能還會再純魔隊出現吧 龍黑金我覺得存在感有點低 作為隊長目前平坎不太給力了 作為隊員的話主要是幫助到龍族 可是現在龍族並不是一個非常主流的種族 所以說給到兩顆星的程度而已 再來是普羅比較可惜 作為隊長真的沒有很強勢 那作為隊員的價值也超級一般 所以就給到兩顆星的中規中矩程度 那巴哈龍在現在龍隊還是會用到 所以給到兩顆星 那麼秀神的部分 牛魔王還是偶爾會用到 偶廣的話則是會在龍族隊裡面去撐血量也不錯 然後再來是大卡池的部分 這個仙女座可能會用到 他是妖精少數的追打 鑽石偶爾會拿來擋死 那這張的話主要也可以拿來當常駐增傷 湯壁偶爾會拿來撿CD啦 然後再來打格算是挺好用的隊員 強烈建議直接練起來 有非常多的解斷能力 包含是工錢跟回復顛倒都會用到 這個是少數無視炸彈盾的功能卡 那這個可以自選符石一燒也還有機會用到 你是不是還沒有加入紅膠幫 加入會員好處多多 第一個好處 加入會員你的名字在我的頻道出現 會直接變色 更容易引起大家的注意 並且加入會員後可以使用我們的專屬貼圖 加入越多會員 我們將會解鎖更多的貼圖 加入會員同時可以進入我們會員專屬的LINE群 在LINE群我們會根據每個月份加入的會員 決定我們送出的禮品 你將會準備一份超貴的禮品送給大家 如果你是大紅膠級別以上的會員 將有更高的機會抽中我們專屬的禮品 並且如果你是大紅膠以上會集的會員的話 如果有機會可以出現在我們影片的片尾的感謝名單中 你可以直接點畫面中的這個地方 直接加入我們的會員 從今天開始一起加入紅膠幫吧 好的那麼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內容 在影片的最後要感謝加入會員的各位 尤其是畫面中大家看到的大紅膠 有你們的加入才可以讓頻道越做越好 大家也別忘了去追蹤一下我的IG 在上面有一些精彩的照片 最後如果你想要看到更多什麼自大的影片 歡迎按下訂閱按鈕以及旁邊的小鈴鐺 那麼最後一看我們就下部影片見 謝謝大家掰掰 掰掰